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实力派顶流身份回归的赵丽颖 现在手中的影视资源也是拿到手软 先前是和郑小龙导演合作的《幸福到万家》已经杀青 不过很显然她马上就要禁组下一部剧的拍摄了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赵丽颖的下一部剧应该是历史证据 《北斗南极之歌》 这部作品其实不大符合年轻人的口味 但是有了赵丽颖的加盟 估计会让很多人了解到这样一部班底强大的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北斗南极之歌》的编剧还是刘和平 刘和平何许人也 早年热播作品《大明王朝》1566 雍正王朝 这些都是出自她手 虽说刘和平老师近年来都没有创作出什么新的作品 但是在15年就被评选为中华文化人物的她 还是相当有本事的 有她亲自抄刀 这部《北斗南极之歌》大概率会成为爆款 如果说这次作品真的选定了赵丽颖的话 那么对于她来说应该也是一个新奇的挑战 回顾银宝出道以来的作品 除了一部《知否知否》 因是绿肥红兽 还偏向于正剧题材以外 就再也没有哪一部作品是正儿八经的剧情剧本了 估计她自己都很期待能够出演这部作品 不过看网传消息 目前能够确定的是 好像也只有女主赵丽颖 至于男主则成为了一个比较困难的选择题 按照爆料人的说法来看 这次男主的选择集中在了实力演员白宇和胡歌身上 他们是这波逾选当中呼声最高的 对于这两个人 他们都各有长处 也都有着自己的不足 就拿白宇来说 她的演技是非常不错的 尤其是镇魂之后 观众对她的印象也很好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不少人还是看好白宇的 而一旦真的选定她 那么这就会是她与赵丽颖的首次合作 想想还是值得期待的 不过像是这样的正剧作品 对于演员的演技考验不是一般的大 白宇至今还没有演绎过同类型的剧 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因为生疏而NG 相对于白宇在历史正剧方面的青涩 有着多种演技经验的胡歌 就是观众异常看好的男主人选了 他在观众心中的地位是根深蒂固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或许会有更多的人赞成 让胡歌来主演北斗南基 从仙剑开始认识胡歌 大家对她的印象就非常好 之后胡歌逐渐在演员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 现在隐然成为了老戏骨一样的存在 如果这次赵丽颖能够和胡歌搭戏的话 那么她一定能学到很多东西 总而言之 这两位男主都是非常不错的人选 要颜值有颜值 要演技有演技 相信这一次剧方只要谈拢其中的一位 那么这部剧就离大爆已经不远了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想要分享给你们的相关资讯了 这里是每天都在不定时更新的小旋风 我们下次再见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精彩资讯 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